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師 我是安安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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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們今天就來到 遠雄文教經濟會所主辦的這個雲幽會 來參加這個聖誕節發禮物和演奏的活動 哇 好想沒有聽到 Eric的文章這麼勃勃 怎樣啦 教化造成 我的老淚重狠啦 欸 你很奇怪 老闆 你真的好棒 我現在稱讚你耶 這是你的聖誕禮物 你就收下嘛 好棒 OK的 就是今天我們沒有想到呢 在這個雲幽會當中 我們新西日邊要的火熱 可是天氣很寒冷 沒錯 那不打緊 我們前面已經大概有兩三萬個觀眾 在等我們演出了 我們現在要上場了 對 我們現在差不多要上場了 兩三萬個是有點不怕 但今天這個活動真的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因為除了可以 演出一些聖誕歌曲給大家聽之外呢 還可以手作那個 做那個 聖誕小花圈 像蕭老師 手藝這麼好的 從小就是學藝鼓掌的人 一定可以做得很棒吧 我以前就一整會做手作花圈 以前一整會做手作花圈 我先問你 目前人生中做過幾個手作花圈 兩個 好可憐 國小美術課跟國中美術課 那個老師都已經弄好材料 你逗上去而已 沒發現 OK 好的 我們等一下就要先來準備演出的部分 拉拉走 哈囉 大家好 曾經的朋友還有鳳梨的朋友 還有三樓 四樓的朋友 還有六樓 七樓 其實沒有 好 我們今天很開心在這裡 跟大家可以在這裡度過一個 充滿聖誕節氛圍的一天 沒錯 但其實天氣說實在是 我覺得溫度非常的聖誕節啊 溫度非常的冷 真的是有點冷 聖誕節其實要冷 這樣才會有聖誕節的感覺 大家靠在一起才會覺得 是的 然後今天呢 我們其實準備了超多很精彩 跟聖誕節有關的歌曲 對 然後而且 Eric會為我們講超精彩的 聖誕節的這個歌曲的故事 這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我們就開始 那這相傳 在一百多年前呢 就在德國這個農莊小鎮裡面 的平安夜 對 你看到這 我們大家盛在年快樂 謝謝大家盛在年快樂 謝謝 這個喔 我們先 這個是一個人的禮物 就這麼大塊嗎 很恐怕 欸 你看 一份禮物就這麼大 哇塞 等一下 喔 我跟你講喔 大家這個禮物真的很讚 這個也太好了吧 哪可以來 哇 而且我們一半 欸 這個禮粒超小看的 建築小百科 世界建築小百科 跟彩色筆 喔 還有水彩筆 死 還有 還有辣筆 該不會有鋼筆吧 是不是 色鉛筆 色鉛筆 等一下 好的 文具控 文具控現在失控了 好不好 這太可愛了吧 這是一層在角落生物耶 還有一張遠雄的聖誕卡 還有卡片 好 這個是 還有這個是 刮畫明信片 刮出美妙的圖案 這個 這個小朋友玩這個很療癒的 好 不可能耶 他肚子好重 你隨便亂丟 我還跳下去 而且他的臉超無奈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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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要怎樣 我們現在做的是什麼 生蛋花圈 可以 在那邊做出來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們加油喔 你互不能白拿 大家要加油知道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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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er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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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來了 其實我們不是只有 參加夜旦家裡玩活動的 就是活動的內容裡面 我們本來就做了很多 關於建築教育 類似相關的一些 公益活動在這裡面 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廣 建築教育在這裡面 對 就好像老師一樣 就是建築跟藝術 或是建築跟音樂 它本來都是一環在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這樣的一個活動內容 讓小朋友或是讓入室兒童 能夠更了解到 事實上這個 藝術後面本身的含義是什麼 或建築的代表意義是什麼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 聖誕嘉年華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的 我覺得裡面大部分都是一些 文具比較多啦 當然主要是給一些弱勢的兒童嘛 其實經過統計有很多的小朋友 本來在學習的這些資源上 本來就不足 很多在城市裡面的小朋友 就把一些分類好 小學該用哪些文具 國中該用哪些文具 上學有哪些需要的文具 把它整理起來 加上一些課外讀物 然後用很精緻的包裝把它包起來 希望能夠送給大家 所以大部分都是一些文具的內容 然後是一些比較 目前小朋友比較流行的東西 然後結合在這裡面 那當然效果還不錯 然後而且也供不應求 所以這次我們不只在現場做發送 我們還發到其他的一些 各種的育幼院裡面 讓大家都可以收到這個 開學的一個新的禮物 我覺得還是一樣 我們還是會投入在建築教育上面 那也希望讓大家可以聊一下 建築教育的真的本質是什麼 對 也許建築跟音樂也可以做結合 或者是建築跟美術做結合 建築跟設計做結合 然後讓他們覺得說 不管是在建築教育營造土木 這些都不是一些 遙不可及碰到的東西 然後可以透過這些活潑的活動 然後很活潑的一些遊戲裡面 然後大家可以知道 原來建築就是家 這是我們的社會 是我們的環境 是我們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 他們能夠深刻在建築教育裡面 是我們希望第一個要做的 未來還是會從 弱勢的修繕開始 因為我們本來就在做這一塊 有很多小朋友的家裡 或是在外面的一些安親班 或者是一些社福場所 它不是一個很適合讓小朋友 念書的環境 剛好也透過我們在本業裡面的專業 幫他們把這個環境修繕好 這個地方可以讓小朋友成長 可以讓他們念書 然後可以讓他們安心的長大 我想這就是未來 我想在原型文教育營基金會 能夠長期更勢力 更注目的地方 我可以在這裡玩手8小時 還是不會熱起來 你知道我剛剛覺得 我已經看到掌鼓了 我就在 我已經使出了橫荒之力 讓他動起來